0点0点23分 8月8日 大S与张兰 汪小飞再次爆发新冲突 当天大S和张兰均发律师函 称双方将就侮辱诽谤 炒作侵权等问题对不公堂 自大S与汪小飞离婚以来 两家人之间的火药味愈发浓郁 更是在网上数次互对打嘴仗 江苏中山明镜律师事务所 两名律师接受现代快报记者采访时称 两家人之间的嘴杖或涉及侵害民喻权 大S委托律师发布律师声明 同一天 大S与张兰互发律师函 8月8日下午 女星大S徐希元工作室 转发了一则律师声明 宣布起诉张兰汪小飞侮辱诽谤 大S的委托律师邓高静 邓晴宇在声明中称 张兰汪小飞自2022年11月21日起 在网络平台持续性的对徐希元女士实施侮辱 诽谤等行为 对此大S已经提起诉讼 北京互联网法院已立案 张兰在微博发布律师函 张兰在微博发布律师函 就在8月8日晚间 张兰在微博上发布律师声明 回应于大S的官司 但发含对象是邓高静 邓晴宇两名律师及其律所 律师函中提到 希望两名律师及其律所 立即停止炒作及侵权行为 通过网络社交平台 向张兰女士赔礼道歉 大S委托律师再次回应 随后 大S律师在发文回应张兰律师函 表示手上证据充分 并已提交法院 欢迎来告 这也不是大S与张兰 汪小飞第一次在网上爆发冲突 2010年11月16日 大S 汪小飞在北京市昭阳区 民政局登记结婚 2021年11月22日 大S通过媒体发表律师声明 宣布和汪小飞结束婚姻生活 2022年3月 大S官宣与韩星剧俊叶再婚 自大S与汪小飞离婚后 两家人虽断了关系 但争执未曾停歇 双方通过网络平台 数次互对打嘴杖 火药味也愈发浓郁 由于双方都具有不小的影响力 两家人之间的嘴杖 也多次冲上新浪热搜榜 这次双方互发律师函 更是另网友职户有完没完 律师分析 两家人之间的嘴杖或涉及侵害民欲权 在法律人士看来 大S与张兰 王小飞之间的嘴杖具体涉及哪些法律问题 记者咨询江苏中山民进律师事务所 两名律师了解到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条例 两家人之间的嘴杖或涉及侵害民欲权 江苏中山民进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小华认为 张兰作为知名企业家 大S作为影视明星 都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也能带来很多网络流量 因此 他们在网络发表言论时 应当具有更高的注意义务 应当避免发表不当言论 造成损害后果 网络言论自由 因控制在合理边界内 任何人都不能为所欲为 张小华说 网络空间虽然是虚拟空间 但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如果在网络空间发表 对他人侮辱 诽谤性言论或施实言论 造成他人社会评价降低 就构成了对他人名誉权的侵害 江苏中山民进律师 事务所律师吕金燕表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1024条 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 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 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 声望 才能 信用等的社会评价 按照民法的有关规定和精神 大S 张兰两家人在网络上进行的嘴杖 如存在下面这几种情况 则可能侵害名誉权 在主观上 有侵害他人名誉权的故意或过失 不管是出于发泄不满 还是报复等目的 在客观上 有捏造有损他人名誉的事实 并加以张扬 散布 或者宣扬他人隐私 造成一定影响 在结果上 制人品德 声望 才能等得社会评价等降低 主客观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 存在因果关系 现代快报家记者邱华月 叫对李凯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